天下女人都爱美 女人喜欢漂亮的衣服 漂亮的包包 漂亮的鞋子 可是呀 所有的女人对美的标准 美的追求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我呢 一般不买贵的东西 太贵的不符合我的意买 适合我自己的 价格合适 颜色 适养合适 所有的符合我的标准 适合我的 我以为就是最好的 那么这次去泰国旅行 也同样少不了要买漂亮的衣服 您看这件怎么样 这就是泰国特色的民族服装 很轻 很薄 很软 很光 穿起来非常舒服 也很便宜哦 就一百泰铢 一百泰铢就相当于日元 三百日元 人民币差不多十五块钱吧 这样的衣服非常薄 洗了以后非常容易干 夏天呢 很舒服 泰国很热 这样的衣服很符合泰国的环境 看看舒服吧 这次去泰国买了一些我以为适合我自己的价廉物美的东西 今天呢 我就展示给您看 您看看怎么样开展咯 这是一件蓝色的连衣裙在泰国买的 是棉绸一样的质地 泰国的衣服差不多夏天的衣服都是这种感觉 刚才那一件呢 它是不起折的 这件呢 是很容易起折皱的 但是呢 它一穿起来 一挂起来 旋纯性很好 所以 穿起来 挂起来 就没有折了 非常舒适 夏天呢 泰国很热 这样的质地呢 很容易稀罕 而且它是 长袖的 非常的通风 舒适 这件白色怎么样 要说 我最喜欢的颜色 那就是白色啦 我的衣柜里 有很多 试样 不一样的 白色的衣服 这一件 是在 这次在泰国买的 它比较短 又是长袖的 夏天出门的话 如果穿 没有袖子的连衣裙呀 什么的时候 把这个套在上边 出去 系防晒 有安全 这是一个 非常喜欢的一件衣服 我很喜欢的一件衣服 在泰国呢 这件衣服呢 三百五 泰铢 也差不多就是日元的 一千块钱吧 在那个旅游的 观光的地方 那个小摊 买呢 白色的衣服 是我最喜欢的 我柜子里 好多的白色的衣服 黑色 买白色 也买黑色 这是我的毛病 这是我的毛病 总是买一件白色 就像买一件黑色 要么就不买了 这件黑色呢 也很舒适 前面是季带的 后面是扣扣的 白色 黑色 蓝色 这种纯色的 这种比较安静的颜色 是我非常中意的颜色 今天给大家臭美一番 展示一番 展示我在泰国 买回来的 我所中意的衣服 什么样的衣服 我最喜欢 什么样的衣服 我最中意 价廉物美 符合我对美的标准 符合我觉得合适的价格 符合我认为 适合自己年龄的颜色 那就是最好的咯 怎么样 我自己挺满意的 回来展现展现 自我满足一番 幼稚老太太的快乐生活 就是这样的 自己的快乐 要自己去找 自己的生活 要自己去充实 很好吧 就这样 花不了太多的钱 但是呢 买回来呢 觉得买得很好 这种快乐呀 是很多很多的钱 都买不来的 如果您买得太贵 回来后悔了 那虽然衣服很贵 后悔的心情呀 就可 可是不值了 我手上戴着那个手镯呀 也是在泰国买的 非常的便宜 这个奇怪了吧 我现在把泰国穿的 这种棉绸的裤子 搭在肩膀上 也特别好玩 洗干净了哦 它这种裤子呢 这样围着 荡围巾 也不错啊 泰国呀 就是有好多这种 穿着非常舒适 摸着柔软 光滑的这种质地的衣服 都很便宜 好看吧 好看吧 舒服吧 开心就要自己琢磨呀 踢在肩上 当一件美金 也不错啊 虽然是酷鲜 你这样 这样 怎么样 看起来也很好玩吧 质地舒服呀 围着舒服呀 自己怎么开心 怎么来哦 还有这一件 这是一条围巾 比较宽的 也可以说 是一条披肩 也很柔软 我选了一条 以白色为主的 花色比较少的 很漂亮吧 怎么样 这个呀 特别便宜 泰铢差不多 一百泰铢吧 人民币大概 十五块钱左右吧 日元三百日元吧 怎么也 买不到这么便宜 这么好的吧 我觉得 泰国的这个 披肩呢 真的 非常的多 如果你喜欢 如果你喜欢那个 颜色鲜艳的 的话 那更是 值得买了 好玩吧 我特别喜欢 买这些 价廉 雾美 符合自己眼光 符合自己喜好的东西 回家 在自己 这么折腾 特别满意 特别高兴 特别开心 这就是幼稚老太的快乐生活 您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自己的快乐 要我们自己去寻找 要我们自己去创造 快乐相伴 一起成长 下次见 谢谢您的陪伴 谢谢您的鼓励 再见